感情与理性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 不要忽略了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感情的成分 五四阶段要打倒孔家殿 要全盘习滑 来对抗传统派的保皇 保教 这是中国人感情的纠结 所以有人说五四是理性的 我告诉各位 五四完全是感情的 而且是激情的 把民主科学当作是信仰 以浪漫激情燃烧生命 去对抗传统派 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 保皇 保教 国粹是感情的 五四浪漫是激情 狂热的 所以 中国变成火凤凰般的燃烧自己 打倒孔家殿就等于打倒自己的世界 中国人就没有自己的心灵世界 与精神宇宙了 我认为 我认为 保皇 保教 国粹 代表中国知识分子 对西方文化最后的反抗 但很昌凉的溃败下来 因为他们与整个时代脱节 只是象征性的平调怀骨 不能有效的回应 当代中国面对的挑战 所以是失败了 近代中国开始学西方 是从灵哲曲开始 叫以遗制遗 就是说 理性上我们要学习西方 但感情上我们要反抗西方 在理性上 我们知道传统打不过西方 所以我们被迫要学习西方 我们忍受屈辱 去学西方 是为了将来 我们要打击西方 这个叫以遗制遗 张之洞者说 中学为体 西学为勇 也是同样的心情 其中 义和团不愿意学遗敌 也要打遗敌 就是感情上要对抗西方人 而理性上 也不愿意学习西方 此后 中国开始西化 重扬 因为尊严已经垮了 知识分子因为保皇 保教失败 民间 义和团又失败 一直到今日 老在 俄化 日化 美化 英化的路上打转 所以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 是 以遗制华 本来 林哲许以来的 养武为新 是以遗制遗 义和团 是不以遗 也要制遗 但五四 是反过头来 以西方 打中国 这大大的伤害了 中国的感情 因为五四 以西方文化 打自己的传统 让中国人的生命 受到很大的损伤 这不是中国人的感情 所能承受的 因此我们逐步地 迫自己转向另一条路 我们要找到一条 既能满足我们感情上 反西方 又要呼应我们理性上 学西方的路 可以满足这要求的 就是风靡意识的 马列主义 马克思思想 本质上是 反西方当代文化的 反西方的资本主义 但马克思主义 本身又是西方的思想 正能满足我们理性上 学西方 感情上 反西方的心理要求 所以我们开始 接受反西方的西方 学西方是出乎理性的判断 但感情上 我们要反西方 因此 我们被迫地学 反西方的西方 马克思思想 就这样 入住中国数十年 其实 我们实在不必 如此自苦地反西方 在理性上 拒绝西方是愚蠢的 更不能如此 走斜地学西方 以马列为教 是非理性的 学反西方的西方 是情感与理性 皆扭曲 文章源自 穆中山先生 时代与感受一书 王邦雄先生 导言一文